自古文人多风流 情史丰富的胡适 比起他的那些才女情人 他的汉妇妻子 更为人所称道 胡适大名垂宇宙 夫人小脚一随之 他们的婚姻 是沉酿的酒 由淡而纯 需要耐心和坚守 方能守得云开月明 这其中 将灯秀功不可没 和许许多多的名人一样 胡适和妻子江东秀 是就是包办婚姻 结婚之前没见过 结婚之后没感情 在那个年代 进步人事的主张是 社会要民主 婚姻要自由 所以 鲁迅抛弃了朱安 徐志摩跟张又怡离婚了 郭沫若让张雄华 守了一辈子活寡 郁达夫结婚 没几年就恋上了王应霞 而胡适 他也同上面的许多人一样 虽然结了婚 但是心一直在外面 江东秀于他 是和上面许多人一样 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 江东秀虽然出身于大家之后 但是尝于旧社会的农村家庭 没有读书 不能像其他残女一样 和他吟诗作对 谈古论今 并且他长相一般 女为越级者容 他没有打动胡适的容貌 关键是 他还是一双小脚 看见就令人生艳 胡适拖了十几年 与他结婚 实在是母命难为 所以 哪怕是结了婚 那些年间 胡适数得出来的情人就有七 八个之多 而真正威胁到婚姻的 是胡适和表妹的一段感情 那是胡适和江东秀结完婚的第六年 当时 胡适去杭州调养身体 东秀 封 自礼 的书信 满怀真诚的拜托表妹曹成英带为照顾 却不知 才貌俱佳的曹成英 在将东秀的婚礼上当担娘的时候 就被胡适惦记上了 胡适和曹成英 之前还只是没来眼去 书信传情 在胡适去了杭州后 简直是金风玉露相逢 没过多久 他俩开始同居一室 初双入队 养人在你浓我浓的时候 曹成英有了爱情的结晶 这件事 周围的朋友都知道了 大家都有心成全这对金童玉女 于是集体保持沉默 徐志摩开心之下 还专门写信 告诉了陆小曼这个好讯息 可怜江东秀那时全然蒙在鼓里 还在北京操持住家务 照顾住两个孩子 带住天下有情人定要成眷属的决心 胡适回北京后 向江东秀提出离婚 怒不可遏的江东秀 没有就社会女人的逆来顺受 也没有新社会知识女性的苦苦哀求 他掏起一把剪刀 再一把托过儿子 把剪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立生说道 离婚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是还敢跟他继续 我先杀了你两个儿子 然后自杀 这一番泼妇形态 吓住了文明人胡适 从此不敢再提离婚的话 没死心的胡适 虽然不敢和曹承英再相见 但是书信没短 有一天 江东秀截住了曹承英的写来的一封信 我们在这个假期中通讯 很要留心 你看是吗 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 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 迷哥 在这里让我喊你一声亲爱的 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 看完信后 暴怒地将东秀 把家里门窗前开启 把正在床上睡觉的胡适拎起来 扯住嗓子 一哭二闹三上吊 活生生地演了一回家丑 要大肆宣扬的好戏 这一场闹 让浩面子的胡适颜面扫地 但也彻底让胡适当了和表妹的联络 如此的丢脸行径 他不敢再来一回 这场闹 看似不太好看 但却实用 从此后 他家的后院太平了 表妹堕胎出国 胡适收心回归家庭 而江东秀颇付的名头也传扬开来 人人皆知 胡适拒内 徐志摩还专用 引用了苏东坡的两句诗来嘲笑他 说他 忽闻和东狮子吼 主张落手心茫然 彪悍的江东秀 才不管这些世俗嘲笑 在是非对错的原则问题上 他是要将彪悍进行到底 多年后的牌桌上 他听闻曹成英已订婚的讯息 对住南方的亲戚 痛骂曹成英的无耻 最后导致南方毁婚 曹成英终身未嫁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固然是美事 但以破坏别人家庭为代价 则是残忍了 对于小三 江东秀从来不会姑息 除了用彪悍捍卫自己的婚姻 他还好为其他女性打抱不平 北大教授梁宗戴成名后 恋上了女作家陈英 为了逼发妻离婚 不惜将她告上法庭 一向和梁宗戴发系合适交好的江东秀 挺身而出 亲上法庭 为合适辩护 隶属合适的贤惠和梁宗戴的渣男行径 他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 令法官都著迷 最后不仅替合适赢得了舆论的支援 赢得了这场官司 而这一场官司 让江东秀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人物 而对于抛弃了张又怡的徐志摩 他是自始至终都不喜欢的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 请胡适当介绍人 江东秀为此和胡适大吵一架 并且说 你们都会写文章 可惜我不会写文章 不然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 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 北大校长蒋孟琳离婚后 跟陶宗谷结婚 邀请胡适做证婚人 江东秀看不起这样的男人 他将胡适反锁在家不许他去 胡适无奈爬窗去参加婚礼 回来后被江东秀关在门外 两天不许进屋 在林徽因组建了太太的客厅 引无数名流进香上门的时候 江东秀也在家里组织吐槽大会 组织许多女性 一起聊天谈论 为婚姻出问题的女性出谋划策 如果说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是清新女神 那么江东秀的吐槽大会 则是消防队员 在捍卫婚姻 守卫家庭这件事情上 他始终都像个战士一样 勇武向前 他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圆满 希望每一段婚姻都幸福 与其说他飙悍 倒不如说他一身侠气 看不得那些乌七八糟 容不得那些朝三暮四 对于这样的汉妇太太 胡适一开始是忍受 后来时间相处得久了 他体会到了太太的好之后 就逐渐从接受开始进入享受的状态了 江东秀只是在捍卫婚姻的问题上飙悍 而其他时候 他实在当得起贤妻二字 他烧得一手好菜 胡适远在国外的时候 总是店面筑江东秀的灰州衣品锅 家里平常来客的时候 一桌子丰盛的大餐 也总是让胡适备有那儿 胡适家的餐桌 自此也成了北平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不懂胡适的学问 但对胡适很上心 战争年代 外出逃难时 他历尽辛苦 也要守护好胡适的七十箱藏书 他对胡适的母亲特别孝顺 对胡适的亲戚特别照顾 从不闲去家里来来往往的兄弟子职 衣食住行 嫁娶彩礼 从不小气 从不会让胡适难做 他对胡适的朋友特别热心仗义 困难年代 胡适给他寄的生活费 他会分给胡适那些困难的朋友家庭 而平时 对其他朋友也特别仗义 他的热情仗义 为胡适赚得了无数朋友 这点点滴滴的好 在漫长的岁月中 让胡适与他的心越来越近 也因此 才有了胡适的著名的新三从四得的论断 三从 太太出门要跟从 太太命令要服从 太太说错话要盲从 四得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打骂要惹得 花钱要舍得 他俩的婚姻 就算是在冷情的张爱玲的眼里 都是就是婚姻含有的幸福的例子 胡适对江东秀 由嫌弃 到惧怕 到接受 到敬服 到满满的爱意 这中间的过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江东秀的好 胡适是越品越上瘾 而江东秀 他不等不靠不愿人 用自信和恒心 赢得了属于他的幸福 …… 是